接下來我們把台灣的天氣做一個整理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好,來 冬天 我們台灣吹啥風啊 地理叫我吹啥風 東北季風 有一種天氣現象 有一種天氣的狀況 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表示台灣的氣溫會驟降 什麼天氣來台灣的氣溫會驟降 韓流很好 氣象叫韓潮 請問你這個時候誰的勢力強啊 哪個勢力強,哪個氣團勢力強 哪個冷,現在也不算錯啊 什麼名字啊 蒙古很好 蒙古大陸氣團 蒙古冷氣團 蒙古冷高壓 有一種封面移動快速 影響台灣誰啊 哪個封面會影響台灣 冷風 台灣冬天因受蒙古大陸氣團影響 吹東北風 吹東北風 這時候會形成冷風來影響台灣天氣 冷風的後面的空氣如果夠冷就會構成所謂的 寒流或者叫做寒潮 寒潮爆發 寒潮爆發 冬天 冬天完之後換 春天 春天就是氣溫回升萬物欣欣向榮 誰的勢力減弱誰的勢力增強 蒙古大陸氣團減弱誰增強 太平洋海洋氣團增強很好 常受到冷風的影響 大概到三月我們都還有可能受到冷風的影響 大概到三月我們都可能受到冷風的影響 OK 叫春天萬物欣欣向榮 接下來春天晚上叫做春末夏初 春夏交替春末夏初 有一種天氣現象會為我們帶來長時間的降雨 是台灣的主要的降雨來源誰啊 美雨非常好 這個時候太平洋海洋氣團跟蒙古大陸氣團的勢力相當 所以會形成哪一種風面啊 自流風 所以寒流跟冷風有關 美雨跟自流風有關 美雨跟自流風有關 叫做春末夏初 然後呢就到了偉大的夏天 夏天呢溫度二十多度 有一種東西跟午後雷震雨 會為我們帶來充分的雨量 那是主要的降雨期 哪一個 颱風 對颱風 颱風 前面講過了 雷震雨是跟雞壯雲有關 跟旺盛的對流有關係 OK 那這個時候誰的勢力大 太平洋海洋氣團勢力大 較少有風面影響 所以颱風跟風面有沒有關係 沒有 颱風跟風面沒有關係 這樣叫做夏天 夏天完就要換 秋天 秋天 秋天開始轉涼 又是季節交替的時候 一樣天氣會不穩定 請問你 誰的勢力逐漸減弱 誰的勢力逐漸增強 誰減弱誰增強 太平洋海洋氣團減弱 蒙古大陸氣團勢力增強 開始就會有冷風影響台灣 大概九月底就會吹東北季風 大概 開始就會有所謂的 慢慢就會冷風會過季 OK 最後是 把台灣一年四季的天氣做整理 等一下還會有 湯軒提供了動畫影片 再把它重新再說一遍 重點 我們講過兩個氣團會影響台灣 我跟你說過了 這樣整個學完以後你就要知道 台灣這個時間 是受哪一個氣團的影響 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有什麼天氣的現象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就是這兩個氣團怎麼影響台灣 然後你就夠坐在位置上 把台灣的天氣從頭到尾想一遍 春夏秋冬還有一個春末 夏初想一遍 到底有什麼回事 你如果想得清楚 就表示你已經學會了 所以就是要把台灣的天氣做一個整理